今年27岁的他要拼连任 国台语交错 贴心要证明别轻忽疫情 他是今年27岁的 彰化入港证明代表张瑜杰 张瑜杰23岁那年 法律系毕业后就投入选政代表 首次参选就悬上 今年要争取连任 我觉得年轻人出来参选的话 因为身段通常比较软 所以对待不管是年轻人 或是中年甚至到老年的阿公阿嬷 他们对你都会特别的亲切 所以那个距离感比起其他 教练长的候选人来说会比较近 张瑜杰说年轻亲切 对选举确实有加分效果 因为在入港这服务 从小热爱本土戏剧 一直很想客串演戏 但苦无机会过去也拍了不少 穿旗袍装的照片 艺人演员梦 只是长相甜美也为他带来困扰 一些比较骚扰的讯息 大部分就是这些 美女大车评 有最美里长封号的台中市西区 公民里里长林金玲 今年挑战台中市艺人 年轻有加分到 就谢谢赏识这样子 就是大家不同的美这样 1990年出生的林金玲 24岁当选里长 不仅是当时全台最年轻里长 也因为高颜值在网络声量极大 而认证的态度 也受到李明喜爱 就可能会问我说有没有单身啊 这样之类的 哦 就把你找另外一个部分 对对对 年轻势力投身选举 除了能力外亮眼的外形 也吸引选民目光 三星游许说来陈禀好朋友张华台中报道